蟑螂 火星的计划迟迟没有动静 而地球早已经人满为患 在东京热闹非凡的街头 小贩正兜售着最新的网红食品 爆炒蟑螂 一阵警铃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原来是警察正在逮捕罪犯 说起这个罪犯 因为这冲动的性格 他曾经上千次被条子请去喝茶 所以朋友都戏称他为千条哥 哪知道被抓住的千条哥 小美获得了政府的免死金牌 代价就是要去火星上 清理早已泛滥成灾的 蟑螂 没想到同行的船员 要么是黑客 要么就是地下拳手 看到没有 那个杀人犯 还有缩女人手指头的癖好 还好 舰长他维持住了秩序 让船员们分速探索 舱门缓缓打开 众人踏上了火星的土地 望远望去 这颗星球上的生命 只有绿幽幽的苔藓和黑幽幽的小墙 小墙 望着这人情重申的怪物 小美陷入了呆滞之中 下一秒 怪物闪现 扭断了她的脖子 小美死了 悲愤的男人将小美的尸体 包回了飞船 历生质问舰长 这什么情况 舰长实情告诉了众人 原来蟑螂发生了爆炸性的进化 体格和能力全都远超人类 千条哥怒了 外面有这种怪物 你还放我们出去 其他人纷纷复合 今且也死在了蟑螂怪的手里 船长轻蔑的一笑 你们体内早已注入双黄连 觉醒后要比小强厉害得多 闻听此言 千条哥想起 他出发前确实接受过手术管事的标格声称 是为了适应火星的环境 没想到居然是人体改造 飞船外 风卷起了漫天黄沙 身影若隐若现 怪物缓缓逼近 船长招呼一旁默不作声的强哥 让他给大家露上一手 强哥只身走出了船舱 面对形貌诡异的蟑螂人 他掏出一记双黄脸 对着自己的脖子打了进去 瞬间强哥的身体 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他头上冒出了触角 脸部浮起了毛发 化身为半人半虫的形态 强哥注射的昆虫基因 是步行虫 可以喷射出高温火焰 他掌中喷出的火焰 竟然射穿了蟑螂人的胸膛 对面的蟑螂人 应声而起 一爪子捅穿了信心满满的强哥 进化后的蟑螂再生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 碰的一声 他跳上了飞船 副舰长赶紧让大家稳住 这些玻璃都是特殊材质 炮都呼不碎的 话音刚落 蟑螂就用铁头撞破了玻璃 舰长立刻变身 迎击上去 他的昆虫基因是子弹椅 遮人的疼痛 看臂枪击 将这种能力运用在人体之上 威力是原本昆虫的数千倍 飞船的周围聚集了成百上千只蟑螂人 舰长堵在门口大杀四方 让其他人赶紧逃命 可是能逃到哪儿去呢 这颗星球已经变成了蟑螂的母星 副舰长建议大家驾驶飞船 离开火星 可下一秒 系统就坏了 无法启动 舰长心说 姑娘你别说话了呀 句句都是flag呀 他告诉大家 十年前日本秘密发射了一艘探索船 出路点 离这儿不远 只要能把他的系统移植过来 我们的船就能起飞 众人立刻兵分两路 黑客和舰长留下手助飞船 剩下的人去寻找那艘神秘的探索船 这条隔一行 登上改装过的武林红光 身后潮水般的蟑螂蜂拥而至 爱缩手的杀人犯 狂笑着注射了双黄脸 他的昆虫基因是尹赤虫 在敌人接近的时候会喷射气体逃跑 推进着武林红光在火星上奔驰 刚开出不远 地平线上 居然卷起了黑色的海啸 众人定睛一看 这分明是黑压压的蟑螂巢 危急万分 队里的两个妹子双双变身甲壳虫 护在他的身旁 以保车辆前行的速度 车顺利冲出了蟑螂群 各户车的三人却掉了下去 被虫海所吞噬 几经艰险 千条哥终于是抵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座老旧的探索船 诡异的是 他的系统正在往地球上传资料 这时船外响起了枪声 众人闻声赶来 只见一只蟑螂人 枪杀了守在外面的队友 他们已经进化到 可以使用枪械了 不光能用枪 在千条哥看不见的远处 一个蟑螂人正在和身处地球的彪哥打电话 彪哥警告他 千条哥要是变身了 别靠近 他的昆虫基因可非同一般 蟑螂人挂了电话 来到舰长所载的飞船 男人正倒在地上 烟烟一息 就在蟑螂人了结他的时候 一根爪子从怪物脑袋里伸了出来 接着 这只丑陋的怪物裂成两半 一个女人从她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居然是已经死了的金姐 金姐的昆虫能力是操控蟑螂的神经 使他们变成自己的傀儡 这一瞬间 舰长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他还没来得及向金姐求救 却被女人乱枪打死 留守的黑客则冷眼旁观 原来金姐和黑客阿明 都是彪哥的手下 两人接受的秘密任务 就是要带回蟑螂人的卵 为日本政府制造蟑螂军队 提供研究 此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 弃子的千条哥 正一拳一个蟑螂怪 打的是酣畅淋漓 他的昆虫基因 是恶名已久的剧毒雀风 毒素 抑制了蟑螂的自愈能力 让千条哥足以碾压这群 火星异种 击退敌人后 他正要返回飞船 以支监视器飞到了众人的身旁 表哥得意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将众人炫耀起自己 即将完成的秘密计划 十年前 探索船里的人被火星异种团灭 但逃生艇却带着蟑螂人的头颅 飞回了地球 日本政府由此获得了灵感 将人类和昆虫的DNA融合 造出了第一批生化战士 就是千条哥这些人 假如得到蟑螂卵 完善实验 制造出最强的昆虫人 那么日本将拥有 匹敌核弹的活体兵器 征服地球 不在话下 意识到自己将被抛弃在火星上 众人急忙赶回飞船 而飞船也并非是安全之地 金姐带回来的虫卵正在孵化 它里面不是成百上千的小蟑螂 而是两只额头相钻的成年一种 它们进化了 金姐的精神控制根本没用 进化的蟑螂一爪子捅穿了女人 它们一声令下 无数小枪张开翅膀 蜂拥而至 飞船不堪重负 缓缓坠落 千条哥及时赶到 这是回家唯一的希望 而蟑螂人则要在火星上繁衍生息 为了不向地球暴露自己的存在 它们势必要杀死幸存的人类 战斗一触即发 阿卫首当其冲化身 沙漠飞黄 这种虫子后知极为发达 它跳起来 一脚将对方的蟑螂人劈成两半 随后又给自己注射了一针双黄脸 千条哥来不及阻止 要知道物极必反 双黄脸注射的过多 再也无法恢复原状 杀红眼的阿卫 哪顾得了这么多呀 千条哥健壮 给自己也来了一针双黄脸 在绝望之际 两人开始了无限注射模式 危机时刻 一只发光的巨型蝴蝶 出现在了空中 它煽动着翅膀 撒下了点点星光 阿卫喊道 这些都是灵粉 运火会爆炸 快跑 它要自爆了 千条哥认出这只美丽的生物 是小美 它还没有死 男人跳上半空 想阻止女孩自爆 蟑螂首领 抬枪 朝二人射击 火花引燃了漫天的灵粉 所有的蟑螂和小美 一起 葬身火海 阿卫拽着千条哥 飞出了爆炸区 虽说 幸存了下来 但阿卫完全变成了蝗虫 你一定要活着 回到地球 留下这句话 阿卫原地去世 死了 带着阿卫的遗志 千条哥回到了飞船 他发现 阿明居然还活着 他们 没有自相残杀 而是选择乘坐逃生艇 回到地球 飞船外 被烧家的小强 又重新站了起来 看到空中的逃生艇 本能地张开翅膀去追 却被蟑螂首领拦了下来 遥远的地球上 日本政府的秘密实验 正在上传各个国家 使阿明将自己的存在 公布于众 此时的阿明 问千条哥回去之后 有何打算 千条哥沉思道 我会挖个木 给大家的木 然后再一次 回到火星 卷土重来 看完这部火星一种 侠叔想说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我们是自然的一分子 或许我们已经站在了 食物链的顶端 但这不代表 我们就高于这些生灵 拒绝野味 也是对自然的尊重 这份尊重 同样会回馈到 人类的身上 今天 小霞就不问大家 要点赞 关注转发了 只想让你们 用这些时间 勤洗手 戴口罩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这就是小霞 最大的希望了